本土疫情5月中旬爆发以来 各行各业都受到严重冲击 五节乡公所从一开始在公共场所展开环境消毒后 到疫情严峻的时候减免市场碳伤租金 餐饮跟旅宿业的店家免收废弃物清理费 也协助农民行销在地刮果 而在疫苗开打后 更准备专车免费接送长者来接种等等 都是希望协助五节乡民 可以恢复稳定的生活度过疫情难关 不要帮他收费 租金都没收 对农作物的土豆或金粿 市粿做一个行销的协助 建设客就是说 在七月之后开始的车辆正式行驶 过两天我们租金粿本手的部分 对那种餐饮业我们就是够吃过疫情 我们都没有给大家收费 过来就是说有很多需要小毒 或是说挂口照片外水的赠送 我们公所都一致性在社区村里面做一个配合 希望大家能够获得更多的健康跟平安 随着疫情逐渐稳定 为了协助乡民恢复稳定生活 公所把这些客室所做的事情 列入疫情的辅导事项 便印字成宣传单 交由各里长分送给五节一万多户的乡亲 希望大家都可以清楚公所在疫情期间 所推出的各项营养措施 为了要有我们的乡亲 知道这些辅导的政策属行 更了解 所以我们有用这个同地团 请传冠主发留这个林町来专缓 希望我们的乡亲 可以知道这些辅导的属行 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看起来多多善加利用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的需要 在这些辅导事项 大概都不必要申请 大概公所会主动去做这些工作 让乡亲不要再增加麻烦 希望乡亲能够了解 尽管疫情趋缓 但三级防疫警戒仍在持续当中 五节乡长沈德茂还是提醒民众 出入公共场所 一定要佩戴口罩 亲洗手 做好手部消毒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落实防疫措施才可以一起对抗疫情 伊兰新闻记者林荣珍 曾经报道 台湾姐夫 阿姨